长安喇叭驾驶好傻眼 开车到一半 前方的冰尺车 不但挡在路中间 还倒退路 差点就撞上它 一声喇叭已出几发 冰尺车驾驶不甘失落 打开窗户探头出来 破口大骂 还不断大飙粗口 地点就在新北市新庄 同样街头差点爆发 全武行的还有这里 黑骑士骑车左摇右晃 不断逼近前方骑士 只见他口中拒绝东西 下一秒用手拿了出来 往前奋了一丢 不偏不已砸到骑士 还骂了脏话 竟然是将嘴里的冰狼 丢向他人 实在有够恶心 地点在市民大道上 狂张习惟全被露下 丢冰凉动作可能设犯 公然侮辱 而在新北市三重 好端端骑在路上结果 右侧广告刊板突然扔到路面 差一点就沉了血滴字 就看当时白衣男 奋了一丢时 不管路上有没有车超危险 一次不满广告刊板 当然在店门口才会做出这举动 万一造成他人受伤 还会触犯公共危险罪 就黄天耀 多宣新北台北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及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